就是感情越來越不好 我以為你講感情變好 其實因為她也常常我衝衝衝 也算蠻熟的 而且她媽媽跟我幾十年的交情 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講過 害羞 很害怕 你會害羞 不是 因為這樣很像在裝熟 我爸跟乃哥講 然後乃哥講 你不知道這圈子都在裝熟嗎 當然希望 有節目上就有錢賺 年輕人都很辛苦 而且現在恭喜一下新陽 謝謝 求婚不代表會結婚 不代表會這麼快 求婚而已 還是有好消息嗎 是肚皮有動靜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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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都是很傳統的 今年應該不會 因為今年疫情其實來講還混沌不清 對不對 然後當然也 他們 再讓他們多一些準備的時間 應該快點會是明年 因為我小兒子年底 他也博士班畢業了 到時候可能要回來的時間 也比較方便 這樣子 所以他求婚前有先跟你講過嗎 沒有耶 報備 完全沒有報備 完全沒有跟我講耶 對啊 沒有 是當天才跟我講 好浪漫喔 他當天下午要去之前 才跟我們講的 所以我說 哇 我說 你這有什麼好隱瞞的 搞不好可以衝衝幫忙啊 對不對 我去當個假Water也可以啊 喔 體力更好耶 喔呦 對 真的 異於常人了 真的 然後睡眠也更好 我覺得 不知道什麼 都更好 可能因為得了啦 就覺得壓力沒那麼大 然後又開一個新節目 對 就是感情越來越不好 我以為你講感情變好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平常話還蠻多的 一起隔離啊 反而話少 沒話講 因為你每天都隔離嘛 你看到就厭惡 對 然後你又不能出去買菜啊 什麼的 那你都叫外送啊 都叫Uber Eat啊 到家裡啊 對耶 所以兩個人在家 我就是看看股票 然後要不然就是看看抖音 要不然就是跟朋友打屁 看電視 就這樣子 反而兩個互動更少 因為其實平常我們 像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飯 跟孩子啊 互動啊什麼的 就會感覺話比較多 其實一隔離 因為比較難得 反而沒話講 對啊 話都講完了 現在還好嗎 現在話多了 因為乃哥現在很忙 乃哥每天都出門很忙 我們今天結婚到六月 已經33年了 33 33 真的不容易啦 好久了 還能夠維持住就很慶幸了 好不好 3 4 4 4 5 5